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国际大棋局的第二节 第二节我们会讲国际的情况 台长,在这里吗? 在这里 最重要是听到台长精精神神的声音 因为是大家每天的精神吃粮 首先,在节目进去之前,首先要讲 我就约了一位,就是忠实听众 在澳门约出来吃雪茄 这位是一位很有气质 很雍容华贵的一位女士 跟她出来吃雪茄,她提及到 她很欣赏阿几涛 亦是阿几涛多年来的忠实听众 所以在这里就要给个credit 台长就要给这段留言,阿几涛去听 让阿几涛兄更加努力去继续做这个神秘之事 亦都很希望台长有机会 可以邀请MC人继续来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听众留言 除了几涛,他们就很想MC人去回归 另外每天都有听众就问,那个科学新知 台长可能都会和陈志弘博士聊聊 以后如果是能录的,放心 YouTube频道都会上的 到时大家尽量给一点时间 因为科学新知那些 真的不是找一般的主持可以做到的 没有什么可能的 就算找MC人,找几涛他们都做不到的 你不要这么说 最主要是陈志弘博士 不是其他人的问题 对啊,因为你要找回那一瓶的 你不明白吗? 始终你不是科学家就不是的 就算我做电影,我做音乐人 我真的说不到太过科学的东西 这件事你必须要承认 绝对不是看低什么人 而是每个人有他的长处 你一定要是那个人的长处 在那个节目里发挥到才行 而那个人如果是核心的话 是更加需要的,对不对? 好了,说回这个国际东西 波罗的海三国的总理 乘坐火车去到乌克兰 找习伦斯基 基本上他们去做这个动作 显示给所有全世界的人看 其实他们是视像会议都不会去做的 直接地走进去 这个等于宣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 他们是在谈论实际的部署 因为我相信现在波罗的海三国 他们都很清楚 如果乌克兰受不了的话 其实除了难民问题 他们都会很严重 因为他们都是冰临城下的 那其实迟早都会要打的 迟早都会入侵的了 那不如大家团结一致去面对吧 那与此同时 昨天呢,就是乌克兰斯基 也都是早前时间呢 就是在这个美国呢 在这个国会里面 好像英国国会那样 发表了一个演说 那这部分呢 那要交给台长去讲讲了 好,那还没讲这个 乌克兰克最英国势之前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昨天日本的那个大地震的情况 因为昨天我看到那些人 就是增相去全 全越那个日本的新闻 那那个最新的报道呢 就是把那个地震吸收 就收成为7.4级 那是一个相当之强劲的地震来的 但是可能那个震央方面呢 都不是在那个原本的那个核电厂那里的 那那个地方都是在福岛附近的 那这次我都问过是 识日文或者有跟进这段新闻的朋友的 那他说呢 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地震的幅度 事实上不是太大 那个级数大 但是那个破坏力本身呢 都是相对比较 那这些高速的火车 竟然有出轨的 那这些大地震 那在其他国家呢 如果去到一个这样的地震呢 我相信那个死亡人数 是会去到非常之惊人的 但是日本始终呢 因为它经历过很多次的天灾 就是我们当然知道 就是三一大地震 那就很奇怪 跟那个时间都不是相差太远的 那那个 比如这些高速的火车 都有出轨的 但是出轨得来呢 竟然又很伤亡 那这个就是 就是证明他们那个防震的措施 是相当之成熟的 那但是你看回那些片段呢 都是很可怕的 就是摇来摇去的 那些直接 就是 哇大哥你真的 那些楼子都这样还顶得住呢 这个就是一种 就是可以说是奇蹟了 但是岸田文雄呢 就是日本的首相 当时呢 就应该是立刻离开了 那个首相府了 因为东京都受到震动的影响 那证明他们都是非常之警告的 那现在他已经回去的了 但是他警告 那个子鹤可能是预阵来的 可能还有其他这些的 就是跟着下来的更加强力的地震 那我们不知道的 希望没有 我们希望没有 因为对于日本人的防震那个措施 如果你有听过昨晚出的 那个清晓神秘学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在事前我们都说了一样东西的 但是奇怪的地方 就是大家知道了 在前几天香港都有一个4.1级的地震 当晚很多朋友我们都在这个节目说了 那今天甘肃也有地震的 那个地震的幅度就是强度5.1级 那这个是令到有一种很 我都不想用这句话 真是没势的感觉 又有战禍 又有瘟疫 又有地震 所以之前那些愚言加愚言 今年有大灾难那些 我想现在全部都成了名的了 大家都觉得很重的 但是我始终呢 我对日本的防震的能力 我是感到非常之有信心的 经历了这么多次 尤其福岛的核电厂 这次呢 虽然说有部分的反应堆是停止运作的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那个地方 就是福岛的核电厂应该是 保持到那个安全的系统 那日本这边呢 我相信今天都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了 除非有再强烈的地震 但是当然 现在关心那个眼光就在花园身上了 仍然是 那最新的情况呢 就正如刚才文俊也提到 就是习林斯基 应该是昨天呢 就在美国国会做了一个视像 就是要记得很清楚 视像的会议 至于说其他东欧国家 他们的总理去亲自去见习林斯基 具体的地方应该是基辅来的 那这个动作本身是很具这个政治意义 是在于就是即使俄军兵临盛下 在基辅市的外围 但是他们仍然敢坐火车去 这个是表示到他们那个很强烈的信心 就是支持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 正如文俊刚才说 如果乌克兰倒下 基本上中欧和东欧没有任何国家是安全的 因为今天可以在这个乌克兰这样去侵略 当他吃吞了乌克兰了 吞到消化了 他就不会停在这儿 会继续扩张的 那只不过现在他打这场仗 打到乌里玛茶 打到含有的泥沼 那他才这样 如果你给他打得顺利 而这个欧洲国家仍然好像 这次二战之前的那种张白兰继续政策 只会助长俄罗斯的气焰 所以现在他们有觉醒了 觉醒的就不是法国、德国这些大国 反而是类似波罗的海这些很小的国家 他们人口少过香港的 而且是很小的地方 但是都坚持去支持乌克兰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生存和死 生存和投降之间的一个抉择 至于乌克兰总理乌克兰斯基 他在美国国会的选举 我们可以分析有几个层次 其他就是内容 其二就是背后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首先讲内容先 他当然用这个乌克兰斯 但最后他都用了几句 他都是向美国 特别是拜登 作出呼吁 他就说Leader of the Great Nation 他用语本身很有趣的 因为他不是说Great Leader 他是Leader of the Great Nation 你不是一个Great Leader of the Great Nation 或者Great Leader of the Nation 代表他拆一下拜登的鞋 但现在不是 他连拜登的鞋都不拆 因为知道拜登在这件事上 是相当软弱的 而他掃诸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人、美国国民 这个演出是透过互联网 在美国国会上 也重要的是透过美国国会 压力给白工 要做更多的事情 那个压力是如何透过修持去表达出来呢 布兰斯基就很聪明了 或者他的智库很聪明 他就提出了这个 偷疾珍珠港 或者是在这里 偷疾珍珠港本身的教训就很大 美国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前 其实他是所谓陷入一个孤立主义 Isolationism 就是其他国家发生什么事 或者是外面打到狗彩 中国当时被日本侵略 又或者欧洲的纳粹德国 就是侵占了捷克波兰 其实都对美国来说 这些是六年那么远 那么远的时间关系鬼事 我们干嘛叉拼在一起呢 事实上1941年之前 十二月之前 全部人都是这样想的 这个气氛都很近似现在的状态 对于乌克兰那个处境 美国接受民意调查的人都觉得很值得同情 不过如果你说美国出兵和俄罗斯打 就大作人都反对的 这个很近似那个美国在1941年 那个民意的气氛 所以当时罗斯福的总统 他都不敢谋言去参战人 他都要等一段时间 那个气氛 那个民意的取向 是改变了他才这样做 那个民意的取向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一夜之间就完全开变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去教其他东西了 你没有厘头 就去偷袭我们 这个就是表面的情况 后面当然有很多复杂的人在这里 那么如果他提出了这个 偷袭珍珠港的这个教训 就是告诉美国听 你今天你袖手旁观 俄罗斯吃了乌克兰落土 他将来可以重通日本的做法 又可以未宣战才打你 到时你的选择更加大 因为俄罗斯有核弹 当时日本偷袭那个 只不过是一个海军基地 Hawaii就是珍珠港海军基地 但是未至于美国的本土受到袭击 跟着到911了 就是这个劫基事件 这个就是美国本土在纽约受到袭击 下一次如果是俄罗斯要偷袭 你就不止是这样的 当时如果你的损失更加严重 你就悔之以晚 其实习林斯基后面 他前台字是说这个 但是他不会直接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这样就难听 不要听 但是他重提回这个历史事件 这个就是用一个曲线的形式 一个比较远转的形式 提升给个人 你今天如果再是孤立主义的话 可能将来最受损的就是你来 现在去到这个处境 拜登一个这么废的总统 他都不能不去回应那个压力 就是一个欧洲的压力 所以他跟着说 这个普京就是战犯 一去到这个说话 就不是轻易出的 因为这个我不回头 你今天说是战犯 你明天可不可以跟他握手呢 那接近就不可以的 不过拜登这么废的 不知道是否可以 我觉得就不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重新看回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政治分析的问题是什么呢 无论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个演说 都是事先还是在后面做一些安排的 不是一定给你讲的 也不是一定用这样的形式去讲 是吧 他可以用很多其他理由 譬如说先排他紧急申请欧盟的会证 说了紧急通过你可以申请 很多人听错了是他进了会 其实就不是 我给你申请我给你代表 就不是给你 不是大家去讨论你 你那个申请的行不行 结果呢 去到最后大家拖拖拖拖拖 原来现在这个基本上都否定了 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这个欧盟的可能性了 所以他就后来说 我们都不申请加入北约了 反正都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那个情况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诉诸欧洲 譬如德国和法国去领导这场反普京的战争 基本上是圆木求鱼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他两次的演说 都是跟英国和美国去讲 就不会跟这个德国或者法国的国会去讲这样 因为已经浪费气 跟这两个国家说呢 不是说他们一定派兵出来 而是他们提供到一些 就是现在最尖端的武器出来 可以对抗到俄罗斯 所以跟着这个杰伦斯基讲一句话 他说你其他国家 你只要提供那个武器和资源给我们 将由我们自己乌克兰人去打 我们去到这个阶段 就不需要再去听那些抹黑 他以前贪污 他以前是喜剂演员那些说话 就是基本上去到现在这个局面 就算他后面有一个很强的智囊团 他出来做这番戏 他只是念台词而已 都行啊 都是一个超水长的演出来 你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这个水平的 你还有乌克兰人民 如果不是他们死定 你根本不会撑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今天有一幅照片 或者有新闻 我都贴在我自己的专业里面 就是有一帮人 有帮乌克兰的市民 应该就不是基副那边 应该是一个小市镇来的 就在战乱期间他们出去买面包 是被炸弹炸死 那些人在乌克兰里面 是被炸弹炸死 那些人会挑战的 这些是不是一个假山板 当然我没有 现在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下手 但是基本上你看到就是 现在俄罗斯那个炸法 我就算给你说里面有这个生化武器的实验室 可能提及俄罗斯 你这个俄罗斯 俄裔的人民在乌克兰里面受到整育清洗 或者其他觉得不公平或者不好的 你都不可能这么炸法 你怎么评价这些屠杀平民的行为 如果你还质疑这件事 就要亲身去这些国际调查 你应该就立即停火先 大家什么都别说要停火先 去调查 谁对谁错 而事实上现在国际法庭都出了个判决 是真的叫你俄罗斯 立即停止那个军事活动 这个措辞本身都是一个争议 就是俄罗斯现在说这场不是战争 这场不是侵略 军事行动 military operation 而很明显国际社会就认为这件事是侵略 所以在国际法庭就说大部分的法官 都说现在俄罗斯的这个行为 是要立即停止 唯一反对这个动议是哪两个国家的法官呢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法官 OK 那我们不需要自评的了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谁对谁错大家应该心里有数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局面我们看 就是作为一个比较中立一些 客观一些的分析就是说 就是拜登去到港道 普京是一个war criminal 一个战争罪犯 那我们可以预计了 美国现在是会 就是投入一定力量的支持给国克兰 就不会令到他是被这个俄罗斯征服的 就是美国应该 就是实质上是承诺了这件事的 因为在乘努斯基他完成了那个视像的演出之后 是全体美国的国会员是暂立 这个疾病了 就是增长达了 现在这个军事是负责 以及总体一个巨人 那我不管他 即是華爾蘭人能不能用 但這隻機應該挺厲害的 現在是自殺式的無人機 他就不回來了 直接去了那個目標那裡 然後就自己爆了 那看這隻機在現在的戰事裡面 就是那個 發揮的效果又挺強的 但我相信戰局其實已經扭轉了 扭轉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俄羅斯只能夠用現在的方法 即是濫炸的方法去令到武漢人屈服 就算不屈服起碼都跟俄羅斯談和談 如果談和談的話 事實上現在是有一定的消息說出來 就是大家肯談的 肯談當然就是給一個下台階 但我相信這個下台階沒什麼意思的 為什麼呢 你現在俄羅斯打算說現在一定要停火 那接著怎麼處理呢 比如說俄羅斯死亡的士兵 你回來報數的 那些家屬會吵的嘛 回來停下來 俄羅斯人民會去問你 你現在搞一些打一場戰爭 打又打不贏打到一獄足這樣 那你是不是應該下台 就是慢慢有這些呼聲在那裡 所以我看那個情況就不是那麼樂觀的 即使有和談甚至一定解決的情況 但是普京是會繼續向這個烏克蘭施壓的 甚至會重新動用那個核子武器或者核電廠的威脅 OK 那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這個no fly zone的問題了 禁飛區的問題了 那這個問題呢 我相信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就是之前是完全講過不可能的 而俄羅斯也都講過任何國家 如果在烏克蘭上空就設置這個禁飛區的話 是品同宣誓 那我想美國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拜登總統這麼快的總統 他都要面對那個壓力 我相信他有機會在烏克蘭上空 那即使不是全國都要某一個地位 是劃出禁飛區出來的 那換言之他遲早他都要去面對那個 和俄羅斯直接的鬥爭的了 直接面對正面交鋒 那有些人就說究竟現在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那有些人就哎呀很擔心啊 那我告訴你 其實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 這個開始的形式呢 只不過大家就不自覺的 因為譬如可以在電腦上面的戰爭 大家互相出動最精銳的hacker 去hack對方的官方機構秘密 跟著爆出來 所以跟著現在爆了很多資料 其中一條資料 我不多作評論了 因為大家聽到的 就是根據一位俄羅斯匿名的情報機關的人員 放資料出來 他說如果那些場仗俄羅斯是贏了的話 中國一定會攻打台灣 而且習近平已經是有一個計劃 在今年的秋天攻打台灣 我聽就算了 但是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實際上已經開始了 我講到口水乾了 到文進去補充了 那個呢 指責他戰爭罪犯這件事 其實在拜登來說 他很少這個這麼嚴厲的措辭 本來他應該受到很多方面的壓力 空前壓力 另外一件事,暗示美国如果再不制止,是会受到俄罗斯核攻击,甚至如以往珍珠港那样,突然之间打利美国本土 其实你留意这件事不是赞伦斯基自己作出来的,而是当你是注意神秘学,你都会知道 其实好几个神秘学很出名的预言家,包括Billy Meyer,朱森利洛教授,以至一些新进预言家,甚至日本预言家 其实都说过美国会遭受俄罗斯的核攻击,只不过大家都没有在时间线上说到实际的攻击事发和地点 换言之,我相信以他们部分预言家,会直接去信给白宫,或者去信给英国政府 我想其实他们欧洲一直以来都有做这些防备 当然,你看到美国来计,譬如以前去做遥市,他们是基于科学,再加上神秘学角度去判断一件事 所以我相信他们一直都会留意俄罗斯的大动作,以及苏联是否可以复辟那件事 而第二,你看到这次成为了所有欧洲国家,欧美国家,身色武器,身色枪械的试验场 大家就提供了下去,而那种,喂,你给武器,我打吧,那其实背后是不是全部是乌克兰的士兵呢 我相信就绝对不是,第一,已经有很多的义勇军去了,是不是? 有很多的叫做国际的高手过去了,那这一批人其实,说真的,我们里面都经常说 可能是直接混入了一些正规部队的人,因为他要去用那些新式武器,真的不是一般乌克兰的士兵 你乌克兰原本的士兵,他懂得用吗? 他不懂的,譬如那些士兵和民兵,很简单的,就算你那一批,现在Edwin Sir说的 那一批乌克兰士兵装备那一批,价值是以数十万计的,那些夜市镜 他原本没有这批乌克兰的嘛,那你也要有人教他用的,所以呢,大量的批乌克兰 好像昨天说,譬如那个英军,是被人发现了,SAS特种部队,有三名士兵殉职 我想这些,迟些都会陆陆续续,也会有的,还有一直,也都是 跟一些朋友说,你们很质疑,那时候英国究竟,他真的没有说明的 是不是真的,你们断定是SAS,已经在里面了 我们很早期说的是上个月,我们超过一千 我们是斩钉截铁地说的,是,而且说明给你知道是SAS的嘛 因为我们的网络是收到消息,那一下子你会叫我,是不是要卖出来 在那一刻真的卖不到,但是你之后就会知道的,那情况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加多消息,而普京呢 国际法庭判了他所有事情,那你看到呢 就是中国的法官,我不认同,什么都好 那你留意一下,这几天,白俄罗斯的态度都在改变 换言之白俄罗斯呢,由之前那种完全是慢撑 就是简单说,什么我都做的了,你按核弹我就跟着你一定会支持 现在呢,我看白俄罗斯呢 可能呢,见到势头不对呢,都会慢慢去脱疆 喂,这些兄弟要不过的,一见有事就闪 不是啊,他都撑了一段时间的了 不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老实说,他们都会想的嘛 他跟你俄罗斯是一个源自和一个根源 跟你普京是不是? 不是,当然不是啦 那就是咯,第二样东西,就是一个问题嘛 你普京,其实他的看法可能不是只是看你普京一个 可能其实内部呢,可能已经在酝酿着一些政变 或者其实都可能已经是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高的了 现在你去到这些,你一打输 或者你打到要和谈的后面 那些病人就欲你,因为你开始小弱 而且你当那些政委死的吗 人家俄罗斯里面,其实有很多 可能之前想着吃花生,普京说几天搞定 就看你搞定,搞定对他们又没有损害 但问题你去到现在已经停了Smith 跟着这么多个叫做国际企业撤离 去到刚刚今天的消息 今天下午我们录音的这段时间 早一个小时前,李嘉诚宣布 他所有,譬如说 俄罗斯,罗斯科,沃森士 灵秀那些要撤离 撤离 你可以说整件事,关你诚哥的什么事 当然是关,诚哥去做这些撤离 还要大声宣扬 你知道吗,他不是给你 我们这些平民看的 他是要和英国政府表态 所以我昨天已经说了一件事 他们自己都要筹划退路 除了刚才你说的 还有俄罗斯的这些富豪 土豪 全部现在被人充公财产 最经典的就是车子的老板 哇,现在看见他真可憐 车路士,Celsea 这个球队 连球三现在都要筹刀 都要自己筹刀 挺可憐的 你知道车路士 由他接手以来 他是找了两个 被誉为全世界最厉害的前锋 是车路士 一个叫杜奥巴 是一个黑人 真的很厉害的 是一个坦克式的前锋 另一个更厉害 被誉为全能的 技术速度 所有东西都是顶班 这个人有个名字 核弹头是谁 这个舒夫真高 没错 其实车路士班主 他为这类球队 他真的下足了 除了钱 下足了心机 全部免费拿出来 看他的样子真可憐 而且你看到 他是个爱足球的人 他都说现在他release 这类球队 最重要是他要求什么 不是要给大财团富豪接手 是要给爱足球的人 其实你也看到他 他还正于闻的 力宇章整个球队 是拿出来 他这样说 他没办法不还的 他不还要坐牢的 这个时势 大家想清楚 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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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糟糕的 他也不是想买个好价钱 没有 到你现在说 你整支 其实变相充公 就这么简单 是啊 不过真的 他真的赚他 他也有胃眼 那时候找到乌克兰 坦头 舒夫真高 这么享负盛名 真是欧洲其中一位球王 过去车路士 我以前也看过 舒夫真高 A.C.米兰 我觉得 可惜的时代差一点 如果他拍巴治奥 我跟你说 真是不得了 是啊 是啊 我们有足球频道回来 先说回这个国际 我要提一个东西了 刚才提到名字的问题了 那有一个组织 我们现在要谴责的 就是这个国际宣明会 是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很多电视台的广告 叫你给钱 我很清楚说明 你给钱之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一样东西 就是这些所谓的国际NGO 实际上他们做了 就是那些籌款 很多不是落到那个难民身上的 因为它有很多行政费 行政费可能佔了大部分 就是换完之后面有一班人 就去靠这些赚钱了 那这个宣明会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乌克兰的 的战亡 这个不是战亡的危机 就是基本上呢 它完全没有用到俄罗斯 发动战争 没有用到战争这个字 你作为一个前线机构 其实你应该在这个问题上 很清晰的立场 就是那件事 这个是一个战争来的 这个战争的罪行 由谁去承担 就不是你去平定 但是现在一个苹果 你就说它是橙 是危机 就不是一个战争 如果是危机的话 为什么会有难民出现呢 这个是战争的难民 因为那里不是饥荒的 所以我们现在去讲 这些事事的时候 我们都是很强一样的 就是那样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什么 你就不要因为 你现在怕俄罗斯 你怕俄罗斯报复你 是吧 你就应该说清楚那个真相 就不要阻止游避 是吧 这个切其一 第二样的就是 现在中国那个情况 似乎都开始有改变的了 就是对于乌克兰这个问题 因为看上去都不对道 所以在电视台方面 他们去报道乌克兰那个战争的时候 都用了一个比较贴近 那个事情的真相的 的报道的形式 我希望这件事 就是起码要改变现在 现在我们透过在这个 就是透过观众 知道的这个中国里面的小学 去灌输一个 就是乌克兰的局势的情况 给那些小学生呢 我们觉得是应该改变的了 就是这么发生这么远的事呢 其实中国的小学生是不需要知道的 就等他大了才知道的 就是你 就是 叫他关心中国的事情 好过关心这个湾人的事情 是吧 那至于说中国现在 是你说一下 好惨的 那些小粉红 你经常都根本转不及的 这个态感的说法 不要跟车那么贴 走远一点 保持他来 昨天还在串 说扎伦司机 原来 除了我们说 他配过angry bird 配过咖啡猫 还在抖音 被人摸出来 说那些人 在乌克兰配海绵寶寶 但是 你今天 又要扭转一堆东西了 对不对 都很痛苦的 台长 没的没所谓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都没什么羞恥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有羞恥的感觉 你自己觉得 我说错话 哎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面红 他们没有这件事 他们可以当作有事没有发生过 当分不剪罢了他 但是我觉得 他评论这个乌克兰的问题 都应该比较清醒一点 不要感情用事 虽然我们讲到很激动 但是我们也记住一件事 这些乌克兰的事情 这些乌克兰的事情 不是香港的事情 在世界上还有其他 我们都应该关心 比如缅甸 缅甸 缅甸的情况 都不是好得多 那里很多平民公民 他们都是面对军政府 他们都是反抗的 但是他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人关心的 没有人会觉得值得去为这个地方发声 所以他也是好像挖人那样 喂 现在只是我们打而已 基本的你可以做的 就是起码你不要抹黑 不要将那个事实去歪局 那已经足够了 他们自己会去 去围抵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前途去奋斗 甚至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 那乌克兰之所以在今次这个事件里面 就是俄罗斯的侵略里面 他们得到这个世界 全世界的关注 很大程度的原因 因为它地理位置 它处于欧洲的中心 你一打是全世界 就是不要说全世界 就是不要说全欧洲 甚至全世界都被你影响到 因为它是生产大麦的 这个小麦的粮仓 它也是生产这个生花枝 应该是花籽油 就是花种子的国家 那麽重要的国家 而且是一个那麽有历史的价值的国家 它必定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所以现在去评论一样的 大家不需要过分将感情投入 因为如果那个事情是怎样 就算是乌克兰输 那我们就如常报道 但是现在它经过了这个国际上的 打国际线这场奋斗 实际上它是得到很大的支持 所以我去到现在 我又完全不觉得 就是说乌克兰有陷落的可能性 那在这方面 军事的形势就是这样的 现在可能俄罗斯 又要调动远东 就是那个太平洋的艦队去乌克兰那边 但是这个我觉得都于事无补了 而最大显示出来的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它有濫炸 它和之前它要用精准武器去轰炸 可能那些武器已经熔完 或者是被破坏 现在它是要透过乱轰炸 那就是希望令到乌克兰 那如果好像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美国要实行这个禁飞区的话 基本上默默没有可能征服到乌克兰 所以现在看回来就是这个拜登的抉择是怎么样 台长啊 是 普京不是说调动远东 又说驻外守军的 哎 调那星 那里根本就是第一 你讲人数又不够 装备那些他派得驻外守军 又那些绝对不是说是好的工具 好像叫做古华仔心炭 你调多些人过来兇对方 没有用的 你要那些人是真的行动派来的 可以去打人才行的 你调那些人回来呢 检牢丝动众呢 玩玩手呢 你真是 海森威那些就归回给我们了 真的没有意思 越来越似啊 真的越来越似啊 现在已经不是笑话来的 玩玩手 所以如果这里听这个节目的小分红呢 你应该现在转态了 是时候的了 是可以买下去的了 就是呢 中国呢要趁这个俄罗斯 是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呢 就立即收回海森威 那我等一下不是取回呢 取回就是你要用力量嘛 现在不是跟俄罗斯说 喂 所以你想治多了 认识吧 给回我们吧 不要这么多钱 那我们给回你的钱 是吧 给回你的人民币 到这里呢 因为这个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要提到一件事的 就是特朗普已经宣布了 就是它如果竞选美国总统 2014年的总统的话 它不会和彭斯搭档 就是彭斯是不会成为它的副首 副总统的候選人 這就不是說特朗普不找彭斯這是新聞 因為我們很早前已經說過這件事 但是這是確認的一件事 特朗普必然會參加二十二四年的美國總統選舉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的宣佈 是在烏克蘭問題上再添拜登的一種壓力 因為如果這件事拜登處理失當或者導致到 或者令到美國在第三次世界內被俄羅斯攻擊的話 拜登必然是不能夠完成現在這一屆的任期 那王章仁,到你講了 蟬讓啊,蟬讓給特朗普 其實特朗普如果找到蓬佩奧當然最好 就叫他做一屆副幫主 下屆龍頭就是你的了,就讓蓬佩奧做 那如果蓬佩奧說不行 我要自己出來選,我要自己拿龍頭棍的 很簡單 特朗普其實有個最強勁的拍檔 就是他的女兒 伊芬卡 對呀,伊芬卡,找他出來做副總統 那其實呢,我覺得他的女兒 無論是衣著打扮,化妝,各類型的東西 再加上他的談吐,好過啊 賀錦麗多,賀錦麗你回去跟拜登打氣論 不要出來搞了 另外第二件事呢,我們必須今天節目也要探討一下 現在國際法庭那裡,俄羅斯是杯葛的 其實呢,由總統普京,普先生,俄羅斯法人都說 他們這次就不是一個入侵,不是一個軍事行動 所以就不關你國際法庭的事 以至就說,潛台詞就是說 你將來也不能追究說我是戰爭的罪行 或者戰爭罪犯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呢,說著被人拍到 烏克蘭有一個孕婦 就是被你那種亂的炸死了 接著呢,被人抬出 一絲兩命 搶救了20分鐘,連孩子也死了 老實說,你俄羅斯法人 俄羅斯外交部 你不出聲,有人說你是啞的 你這麼聰明的,自己抖音上身 接著呢,出來指責 哦,那個呢,其實是一個烏克蘭突若演員來的 他扮一條屍體 接著整件事,喂,你現在是不是還有人呢? 化妝 接著去扮一條屍體,有沒有可能呢? 你用心去想都知道,沒有可能 要不就不要出聲,你就說那些實屬意外 個別事件,不再批評就算了 你要此地無人插一隻腳 說人家有大量演員 在烏克蘭那裡扮每天被人打得多慘 你這說話就更加加痛了你的罪行 另外第二件事,很震撼 有個不知八歲還是九歲的小朋友 就被俄羅斯軍隊開槍 就應該是打他旁邊的大人 就應該被榴彈 就直行,因為他太小了 就打爆了他的手 那個小朋友被記者訪問,他都說 我希望那些俄羅斯的士兵 他們真的不是有心的 你想想,一個八歲、九歲的小朋友 他一輩子都沒有一隻手 你這些畫面,這些東西 其實你認為這些不是戰爭罪行嗎? 不要將一些事去強行用一些語言操詞 將它合理化 將那些東西根本是錯的東西改為對 這個世界真的不是這樣的 不是說那些東西,你說了覺得不是 就代表真的不是,也不要合理化了 其實你這件事呢 如果你是發生在中世紀 普丁,你要麼被人推翻 要麼自己下台 要麼被人武力去鎮壓你 其實三個結果都是你普京 必須送上斷頭台的 你不要現在已經鋪定路 是特別軍事行動 什麼特別地區行動 不要用這些措辭 任何人,任何 有稍為是一個正常思維的人 你可以說這些不是戰爭嗎? 所以你有時呢 你跟那些小粉紅 或者跟那些叫做 為了要討好那個所謂當權者 外交 然後亂作的小粉紅 或者國內的人士都是 又到尾 你們還是拿著一個情況 就說 是什麼美帝子使啊 什麼烏克蘭呢 是要入侵俄羅斯啊 你將這些說話呢 其實反過來來說呢 是沒有意思的 你了解到的真相 假如你回到場的話 你認真地聽一聽 就算你不聽司徒文俊 不聽來長,不要緊 你聽一下其他的報道 甚至乎如果你回到場 你會看到BBC中國的嘛 因為BBC中國在大陸 現在被大陸封了 這個預期才來的 不會有什麼新聞 你不是看BBC那些記者去訪問嗎 我推介大家 訪問那個叫做去了波蘭 那個的難民 然後呢 直接在他旁邊 打個場地電話 用這個視訊形式 去找回他烏克蘭的父母 已經是七八十歲了 那兩個老人家呢 一直跟他談電話 一直在做摩洛托夫雞尾酒 另外第二個呢 就是跟著那個叫 就是那些民兵 跟著那個民兵 跟著他跟那些俄軍 直接去對打的 那大家都是搶AK 跟著我都說 那些人拿那些釣魚背心 拿那些書包 都當是戰備 拿來代彈甲 那些是很真實的 大哥 你去看這些戰地記者的訪問 另外第三呢 你去看回 譬如 現在 他們剛剛我所說 他們在那些炸到爛了的地方 那些你不要跟我說 那些電影場景 現在不是怕復仇者亂問 那些是真的境 他真的在那些壓力 看到別人抬那些人 拍到地上燒焦了那些屍體 你真的要看 那一堆東西 還有如果你真的可以再 就是叫做 翻牆 你上Twitter 我們早幾星期 已經有個聽眾 加了我們進去的俄羅斯 每天的被俘虜 和死亡 然後烏克蘭 國家在Twitter上有個公開的頻道 就是把那些人的軍籍 把那些人登出來 亦都呼籲 如果有俄羅斯的家人 回來領他們 你看回那個頻道 每天都有一堆新的名單 每天都有新的片段 每天都有新的 無論是被俘虜還是 投降的俄羅斯士兵 有一些新的片段 是直接你看到的 十個八個俄羅斯士兵 把那些人放棄 都不抵抗 在你面前就放下槍 來這樣投降 如果你還硬 掩著自己的良心 硬去說 俄羅斯現在一路推進 基本上就是怎樣 抹捉海綿寶寶 打了三個禮拜 都還沒有打閘機 是啊 所以你不要再用這種思想 去做什麼 因為你現在 今天的俄羅斯 第二天你就看到 如果到你去對別人發毒戰爭的時候 你一路前面 可能是 基本上 那個戰況可能是非常不吉利的 你都還在旁邊吹噓 不斷打那些 戰狼電影的片段出來 怎樣怎樣 其實沒有意思的 這一種叫做網上打飛機 應該是有個適可而止 我認真的 如果是這個國家 無論你是宣傳部 還是統戰部 以至外交部 你們應該真的要去 教化一下 你在抖音拍一些片 因為你現在要控制 你要搞這個 如果不是那種國民 其實會真的太虛幻了 文俊興 老信一百年前已經寫了一些東西 是沒有希望的 還有你留意一下 沒有想著有得改變 國內的風向 為什麼說開始轉呢 開始這兩天 有些學者 是真的學者出來 去說回 第一 韓戰的時候 俄羅斯派的軍事顧問洋派得很少人 其次韓戰的時候 其實當時 中國是出了很多力 死了很多人 用了很多人力 俄羅斯相對 那個付出很少 但是 他就是出來認屍認屁的 以前就不會有這些 因為當時就算是長津湖 都說到美帝如何不時 怎樣 實際上我們幾多十萬人 去找贏這個美帝 其實美國喪失了幾百萬 對比回 但是當時還說 俄羅斯是怎樣 鐵哥們 怎樣 大家怎樣共同奮戰 為世界的正義而鬥 現在開始風向轉 開始清算 第二件事 譬如海參威 以前大清時代去割 甚至乎 我覺得這個是某程度的政治操作 開始有少量的聲音 就說回 當時 江澤民承認了 永久國漾那些東西 簽了一些新聞 黑黑字 這件事 以前就一直不說 那為什麼無端端這段時間 又招出來去提及呢 因為有件事 其實 很坦白說 我們如果到飛車的時候 就變天了 但是呢 現在還未 但我們都跟大家說 其實的確 北京這段時間 那個政局 都是比較混亂 我和台長 我們早兩個星期已經收到風了 就已經是 譬如你以前 可能有些受打壓的人 也仍然是現在 可能軟禁著的 可能有一些 反對派 就是 你既然俄羅斯搞得獲足 那你那個 台灣有什麼 那你用那樣東西來逼 其實是用台灣來逼攻 現在是 但問題是 你現在去追 俄羅斯這班事情 如果你現在馬上去追 台灣 現在的確 希望他 理性一點 我們都 作為一個 一個愛好和平的人 地球人 我們都不希望 什麼的戰禍 在我們身邊發生的 好了文章 你休息一下 因為你把聲音一聽 他剛才有一點害怕 開始很生氣 可以的 放心 做節目也不是大問題 那的確 現實生活才是大問題 因為 現在的經濟 其實就 真的差到一個點 另外 昨天就有很多聽眾 想我說一下 澳門 有一個人跳樓 可能是 因為一些 叫做 財政問題 可能是倒大了 或者是怎樣 我來算 我真的沒有時間 去親身 去跟進 但是 這些消息 當然 聽到都覺得是傷感 還有一件事 澳門的情況 都不樂觀 因為 現在其實這樣下去 就算我當你那個 不是賭牌 或者不是什麼賭廳 被人打壓 不是地下錢莊 被人剿滅 不是這些問題也好 其實的確 疫情已經是令到你的經濟 是一決不振的 最嚴重的是你自己 是被各種的制度去騙著 什麼都叫你等 但問題是你每天吃飯 人每天要過活 是不能等的 那你說是不是 有很多人已經是 一直出現經濟問題呢 那當然有 其實都反映到的 其實 香港的樓市跌 澳門的樓市都一樣跌的 那只不過有時候的事情就是 你還不是跌到那種恐慌性的 但是不代表是 沒有事正在發生 那第二件事 那開始 陸陸陸陸陸陸 有些澳門聽眾都說 有沒有覺得超市買東西 好像都貴了 那其實都是的 你現在其實這件事 你全世界 全球性的東西 你不能說置身事外的 很簡單 你有很多東西 運輸上的成本貴了 運不來 或者是譬如說 有當地地方運了來 你又說有菌又要燒毀 那別人 別人的角度就是 我運了一些東西 你又說有菌 那你轉頭又要燒毀 你燒毀了 那我拿到沒有 那你再這樣下去 那別人就餓死你 整個澳門 那 還有 這件事 就是 不要抱有一個 吃花生的態度 覺得 澳門好像 好像暫時真的沒事 沒有菊針 又沒有什麼爆發 又好像歌舞聲平 但是你們自己如果生活在澳門 你們真的感覺到 整個市場那種淡 是淡到你都害怕的 那有些老字號 可能他做了四五十年 做飲食的 他都結業 簡單說 就告訴你 整件事 是不樂觀的 那你不可以 硬地躲起眼 你說 喂 不是呀 對比香港很好 那你不可以拿個最差的 大家相比 就等於自己是好 不是這樣的 全世界都有問題 澳門呢 尤其是一個旅遊城市 你博彩也好 旅遊也好 其實你歸根究竟 最需要的就是客園 去到你那些人 那麼難去進來 跟著其次 你一直都側向了那個收益 是單面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深圓的問題 大家是要去了解清楚 就是為什麼澳門的內需市場 是拆不起澳門 而以往 未開放倒牌之前 喂 可能某程度上 物價會這麼高啊 內需當我們小時候 還在喝四元一杯奶茶 在吃八元九元一碗通粉的時候 為什麼那時候 那個內需 是會比現在好很多呢 為什麼會撐得起呢 為什麼那時候 都可以去大陸 去珠海消費 但是為什麼 還有很多人 在澳門買衣服買鞋啊 好像我小時候 我上班的衣服 那些鞋全部都是 都是在自己地方買 不會去大陸買的嘛 你說那時候沒有網購 沒有淘寶 其實除了這些誠恩 就是要想 其實是否大家 從頭到尾 一個結 其實是否大家 真的不愛澳門 不夠用心去愛 有些什麼 只是說派錢 派消費券 去拿福利 然後怎樣去談 去走水貨 其實全部事情呢 不知不覺呢 整個城市呢 是太過功利化了 其實應該是要 拿回個心出來 去想一下 這個真的 自己的城市 自己的家 是可以為這個城市 這個家 去做些什麼 那譬如像現在這樣 有政治沒有政治 其實 你說民生是最重要 但是相對 當這個社會上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反對聲音 沒有任何有新思維的年輕人 沒有人願意 去出來 為這個真真正正 自己的家 這個社會 去講出一些 很切身的問題 所有事情 都是好像平行世界那樣 去FF 幻想出來 去拿一些安慰感 你拿香港來給 然後我們很好了 我們又安慰 哎呀深圳又爆 哎呀我們沒事啊 很爽 不要再用這個思維了 要覺醒的了 這個世界 真的不要太過安逸 太過安逸呢 你就沒有危機感了 這個世界幸福也不是必然的 是啊台長 這番話 我最後真的跟一些澳門的聽眾去講 好 生於幽魂 死於安樂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見 拜拜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火之神 搭尾班車 但是今天呢 有個非常棒的菜 就是這個燒牛肉沙律 但是未講這個燒牛肉沙律 之前呢 首先要明謝啦 因為大家見到啦 今天有一支長頸FOP 高人一等啦 那這支 就是法國優質的乾淫呢 就是啊 司徒文進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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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細伯呢 就專門送給我喝的 有兩支 另外一支就留在 家裡自己慢慢喝了 但是這個是非常非常之矜貴 今天你找這支 Apple V呢 難如登天 另外呢 就是 哇火之神的老闆呢 相當之細心啊 今天呢 就怕我呢 吃的澱粉太多 就特別做了這個 這個燒牛肉沙律 那燒牛肉沙律呢 最重要的是牛啦 那我為何嘗嘗呢 就是 這個牛肉呢 這個西冷牛扒呢 就是五成熟 或者高 就是大家如果吃完 五成可以七成牛 但是就不要全熟 為什麼呢 太過癮了 哇 還有菜 菜啦 我剛才是老闆走過 非常非常之好味 好和味 那待會呢 我就會消化這支 H4V 那大家記住 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就一定來試一下啦 好了 今天當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 司徒文俊頻道啊